最近天氣都開始乾燥了 我想很多人都開始覺得皮膚有點繃緊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示範一下秋冬最近的護理程序 因為今天我沒有化妝的關係 基本上我都只會用一個cleansing milk 洗臉奶就會去做卸妝 這個是Beauty Sensation的cleansing milk 而平時我有化妝的話 我都會用這個Beauty Sensation的卸妝油 因為始終用它的話 加上熱膚的我卸妝後 毛孔都真的非常乾淨 完全不會因為化妝而有暗粒的 濕了水之後我就會直接用這個潔面奶去按摩臉 因為它有精油的成分 而它裡面的香味 其實每一次按摩的時候 都會覺得非常舒服 除了晚上可以用一個 做來這個light makeup remover之外 而基本上每天早上我都會用這個洗臉奶去洗臉 因為它不會令到我皮膚乾 而且可以令到妝會更加貼 因為我覺得它有少少補水的成分 而洗臉的時候 無論我用什麼卸妝 用油 或者用這個潔面奶 我都會幫自己的頸 再做一些按摩 去做這個清潔 每一晚基本上我都會用毛巾去抹臉 因為用毛巾抹臉 真的會令到毛孔更加乾淨 如果有時間的話 當然是做面膜最好 因為始終秋冬 令到皮膚比較水暖 有彈性的話 都一定要做面膜 在這裡我會用Beauty Sensation 這個水暖彈性面膜 以及它的鏟花再生精華面膜 混合一起用 目的就是可以在滋潤皮膚之餘 也可以用到 啫喱透明狀的再生精華面膜 去做兩把皮膚 在這裡用它最新出的面膜掃 去塗 幫助面膜更加滲透 在每一個皮膚 以及細紋裡面 然後我會做Double Mask 在這裡看到Beauty Sensation 這個玫瑰唇露 我會用它濕敷一塊面膜紙 做Double Mask的作用 就是不用讓空氣抽乾了面膜的水分 可以保持著 令到面膜更加吸收 好像一個封閉了的面膜 我們這個無飄染面膜紙 是非常貼服的 而且是很薄 完全不會浪費任何的順路 很多時候為了方便 我就會在敷面膜的時候 洗澡 洗澡之後 我就會出來 再用Colson的玫瑰唇露 以及蠟菇唇露 蠟菇唇露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有介紹過 它可以淡斑淡印 亦可以令到敏感的皮膚 去製造保濕和舒服敏感 而玫瑰可以幫大家製造 一個令皮膚增強抵抗力 以及可以令皮膚再生 看上去涼白一點的唇露 接著用的是NUNI的 注水修護精華 它的成份是 歐洲醫藥級的 盧瑰和沙激油 這個沙激油是用了 二氧化碳碎取的方法去製造 所以它的功效是特別顯著的 而這個精華的功效其實是 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盧瑰的收護成份是非常之高的 它也是可以用來做 刺激骨膠原真身的 而沙激果油呢 尤其是這個二氧化碎取 它可以幫助到 平時我們日曬帶來的傷害 亦都可以幫助到細胞的修復 而這一隻的精華呢 它和一些精華油 混合在一起用 是非常之吸收的 可以令到一些精華油完全不黏 非常之容易吸收在皮膚裏面 大家看到的這一支就是 NUNI的Active Serum 它這一支就是CaraCid CO2 Extract 這一支精華油呢 它那個最有效的地方 就是可以幫助一些乾性的皮膚去修復 你看到呢 我現在就會混合在 剛才那支補水精華裏面一起用的 早前我試一些新的產品時候 都有皮膚敏感的情況 然後呢 就用這一支精華油 去混合補水精華一起用 其實它都可以有一個消炎的效果 所以它是可以有一個消炎 同時呢 亦都可以幫一些乾性皮膚 做回保濕修復的功效 那這一支精華油呢 我自己在發完敏感之後 已經平復皮膚了 那我也是會繼續用它的 所以這支精華油呢 我是一個日常都會用的產品 那有時候呢 我就除了用這個CaraCid CO2 Extract之外 也都會加另外一些精華油 例如玫瑰成份的一些精華油 去混合它用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它都會是我一種最常用的一個精華油 用完這個精華之後呢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呢 也可以用這個天然的水精按摩棒 去按摩 導入這些之前的精華 用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那個皮膚呢 是非常之有單性的 在一些特別乾燥的時候呢 我塗完這個精華之後呢 就會用一用這個 George Rosewood的面霜 那這個面霜呢 它的質地是非常之滑的 它也是呢 做到一個非常之深層的保濕和修護啦 大家看到呢 我是擦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我在手指那裡呢 推得很薄 然後再慢慢印上臉 基本上呢 我就不會塗很多在臉 因為它這一種真的比較會潤的 接下來呢 我就會用NUNI的液體面霜 那它總共有三種 今次我用的呢 就是Replenish的那一種液體面霜 那它這個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用了植物性的透明質酸 加上天竹葵和廣霍香的精油去做的 那可能你會問我 剛才都已經塗了面霜了 為什麼現在還會塗到一個液體面霜呢 它的功效在哪裡呢 那基本上呢 我覺得它實際上的功效呢 就是我塗完之後呢 它會令到我皮膚的質地呢 是變得很水嫩的 而它這個液體面霜呢 可以給到我皮膚嫩滑的感覺呢 是油份呢 給不到的 而這個液體面霜的好處呢 亦都是對於一些油性呢 或者偏油性的皮膚呢 它們用不到面霜 很多時候的面霜會令你生暗粒的時候呢 那它這個液體面霜呢 就絕對可以做到一個鎖水 以及加強保濕的功效 那就算是油性皮膚容易生暗瘡 暗粒呢 塗了這個液體面霜呢 都不會餓化了一些暗瘡的情況 尤其是呢 如果你在日後塗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它給到皮膚那種光澤感呢 那種亂滑細緻的感覺呢 是可以令到你那個粉底上妝之後呢 有一種水質的光澤出來的 就不是油性的 就是油質的那種光澤感 而我在試這個液體面霜的時候呢 在夏天呢 那我再之前呢 我就不會加面霜的了 我主要塗完這個補水精華和精華油呢 之後就直接會用這個液體面霜的了 那在用了大約一個多兩個星期之後呢 我已經發覺我自己的暗粒呢 我是完全沒有特別再做一些深層清潔啦 的情況下呢 那些暗粒是少了很多的 而在這裡呢 特別想跟大家提一提呢 Nuni這個牌子的護膚品呢 它除了可以幫助皮膚保濕啦 修護皮膚之外呢 它在情緒上面呢 也都可以幫助到大家調和一些情緒 那當你需要平靜的時候呢 它也是可以幫助到你的 我自己因為覺得是有公寒這個問題 手腳經常會比較冰冷 乳經也未必那麼準時 我大約一個星期就會用一次這個貼 在洗完澡的時候就會把它貼在肚臍對落四隻手指的位置 它除了有中藥之外也是暖的 暖貼所以會令你挺舒服的 我最近都習慣了會點蒸油睡覺 我這次用的就是Colson的Good Night Blend 在座綿蒸油上我們有兩種選擇的 一種就是Good Night 另一種就是Dream Land 分別就是Good Night Blend 它這隻可以令你立即入睡 而Dream Land 就是令你可以睡覺之後 可以保持深層睡眠的狀態 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睡覺的狀況 如果你是比較難入睡 你可以試試Good Night 如果你是容易入睡 但是很容易醒醒 或者得不到這些深層睡眠的話 就建議你可以用Dream Land 大家看到我這裡有一把梳 我喜歡睡覺的時候 都會幫自己梳一梳頭 因為這個是可以刺激越位的梳 大家都可以試試 因為當我們很累 天天做很多事情 想很多事情 現在看很多新聞的時候 會令自己的頭腦 其實都好像很緊張 那如果你可以幫頭皮做一下 這些刺激按摩的話 也可以幫助到你的睡眠會更加好的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個晚間的程序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留言給我 早休息一下 早休息一下